12月21日,来自中国台湾的华婉林坐在位于拉萨河北岸的蹄虎艺术中心办公室,双手不停敲打键盘,忙碌不止。 2014年,华婉林和其他三位联合创始人从内地来到西藏,并在拉萨成立了文化传播公司,创立了蹄虎品牌,在高原日光城扎下了根。 至今五年来,他们在西藏从简单朴素中获得真实的快乐。 在西藏,你看到这边非常好的阳光,非常好的湖泊,非常好的雪山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可以觉得人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它可以让你慢下来,可以让你得到一些心灵的启迪跟启发,可以让你重新回归到你自己本身。 你可以通过很简单的,很朴素的一个事情,就能获得你真实的快乐。 在采访中,婉林告诉记者,西藏文化除了深奥,还有更加多元化、生活化的一面。 这让每个人由此感觉到来自学域高原的温度。 其实西藏文化有它很有意思的,很生活化的那一面,就是让人家可以很亲近的,每天可以在你生活中出现的那些方面。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是可以用当代的语言把西藏文化传播出去,让大家都能够觉得西藏文化其实也很有意思,可以成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近年来,提湖团队先后在拉萨、台北、上海、深圳、成都等地,举办了十余场有关西藏文化艺术的展览, 并先后在拉萨、上海成立提湖艺术中心,为西藏文化艺术的输出搭建平台。 14年开始在拉萨,做了一个佛化万象的一个大展,后来在15年在台湾,在我的老家,就是做了一个,也是把所有的我们八十几幅西藏文艺术的作品带到了台湾。 其实我们是希望大家对西藏文化的理解能够更多元一些,大家了解西藏的角度也能更多元。 宛林认为,艺术的表现形式能够影响一部分人了解西藏文化,但是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到西藏艺术,还需要通过文创产品或文化商品来进行推广。 从15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西藏文化产品的相关的一些设计,包含我们今年在推出的有和藏区妇女合作社合作的纯手工的牦牛奶香皂。 那我们用全天然的材料来做的这毛牛奶香皂呢,也希望给到内地的人群一些来自高原的温暖跟高原的呵护。 目前,替护团队已开发数百种文创产品,对此,宛林坦言,文创产品承载的是一种文化价值,也因此赢得更多人的喜爱。 她希望为这样的文化价值的输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而这样的愿望也让宛林与西藏变得形形不理。 她每年长达十个月以上的时间守在西藏,回到台北老家的机会,每年也仅有一次。 有时候我们稍微要,不是那么忙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其他地方走一走,不管是看一些古建筑,寺院,或者是一些就是重要的雪山,我们也去登山,就是我们希望真实地能够感受到所谓的喜马拉雅生活方式。 宛林告诉记者,她只有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包括她的文化、自然景观,才有可能更好的传播西藏文化及其创意产品。 而西藏这片土地给予的滋养,也让她和她的团队获得不断前行的动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